我送快递 有神好奖励 哪来的快递员 送快递的也配来泡妹子 小哥哥 他们要强情带我走 你快救救我 怎么 你还想上演个英雄救美 大庭广众之下 你们几个胆子可真不小 关你屁事 三个普通人而已 那我清点好了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 行 我懂了 小哥哥 谢谢你了 对了 你叫什么呀 苏宁 举手之劳办了 那我就叫你苏宁了 遇到那种事 我看你还挺淡定的 这个 不知道为什么 我很受人欢迎呢 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这样啊 那我们差不多 对了 这妹子这么容易就上了陌生人的车 我跟她还是有区别的 苏宁哥哥今天起岁了 苏宁哥哥有女朋友了吗 苏宁哥哥 你给我安静点好吗 哦 到了 就是这里了 喂 别睡了 该下车了 南海街 新安街道第六号 吉祥轩 就是这儿了 请问有人在家 我回来了 你住这儿 还有这么巧的事啊 你的快递就放着吧 这不行啊 我必须亲自送到她手里 你要等小白的话 她可能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哦 那我要等多久啊 你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吗 你很急吗 我知道她在哪儿 你要不跟我去 去 赶紧走 走 小白就在上面了 哇 我们上去 站住 这是你们能去的地儿吗 我们这儿不是观光邮轮 闲杂杂人等快滚开 你什么态度啊 我们不是来观光的 我进去找人 来咱们这儿的都是各个企业的董事长 家族的家主 都是有钱有权的主 你一个送快递的能找谁啊 狗野看人帝 送快递怎么了 睁开你的眼睛看看 我有多少存款 我靠 一个亿 抱歉 既然如此 去那边排队吧 那边排队 为什么这边不能排 果然啊 这个安保散发着奇怪的气息 要不要显露身份呢 我真不想排队啊 我有办法 看我的 哇 原来在这边排队 能更早地见到白先生啊 这么重要的消息 你怎么能藏着呢 手 你看 大家都不知道呢 这边是捷径 冲啊 我要第一个见白先生 你们别听他乱说 我聪明吧 快快快 我们也趁香的挤进去 别推我 我自己会走 站住 你们两个可恶的家伙 虽然刚刚只有一瞬间 但我能感觉到你涌出的真气 你果然不是普通人哪 苏宁 看来这次除了旧小白 还有别的乐子呢 我去 这么重视吗 我是不是换身衣服比较好 有点害羞 上关无威应该也不自在吧 再给我来一只帝王蟹 五只鲍鱼 还有三个鱼子巷 哈哈哈哈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画境高手 瘦年宗师啊 阴煞古鞭 什么东西 鞋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元英雄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灰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就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诸 就连斗雀公的孤雾兵风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时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崛起之路 邪鬼 正面刚 解锁末世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玄虹五公在世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殷姬的女子构结了 一 一 二 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啊 流浪孤儿竟能守到病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北周二 周四 周六 更新一集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小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